今天是2017年3月13號 那麼我要介紹的是在我的臉書裡面的幾張圖 因為我本身是學企業管理人 本性使人我看到任何的店的經營或是招牌 我總是會很好奇的想看一看 以前我照了很多我沒有去做解說 接下來的基本上我只要PO在我的臉書 我會做一些解說 因為包括我以前我在做管理顧問公司的時候 喜歡跟客戶非常誠實的講 但是很多客戶他不能夠接受 接受我的看法 這是我的毛病 但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 你應該能夠接受別人給你的建議 那麼你看到這幾張圖 我們先來看到一個第一個 漢方中醫診所這一張 為什麼我會照這一張 因為我都到他學對面一家耳鼻喉咳去看 那這家他的問題在哪裡 他的問題是招牌一邊被樹擋到了 你只要騎摩托車過去開車過去 你幾乎很難看到這家店 相對應的我也很少看到他門口有停車子 這個就是我要告訴你的 你要如何讓你的招牌醒目 我們很多時候去看醫生 看醫生有醫生的醫院的醫療的經營的方式 醫生只要做到一些簡單的技巧 就可以讓病人再來再來再來 一再來 這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店家經營你就要看 除了你的店家 譬如說可能是吃的 那你吃的切子要有一套之外 店家要有一些特殊的吸引人的地方 再來看這一張 這是在我家的斜對面 這家小雞雞肉飯這個 這半年來已經換了三個招牌了 這個是最近剛換的 我前陣子到大陸去回來 又換了一個招牌 之前的店那個是一個燒烤店 我看到店主非常努力用心的在經營 但是你還是知道用心經營 跟成效不見得成正比 因為我感覺直接的感覺是 他不會做行銷 他一開始是什麼特價優惠 剛開幕那一兩天很多人去拍 但接下來你沒有讓人家 感覺特別喜歡吃就完了 所以這家之前的燒烤店 我一看就知道了 這個店一定經營不久 就像這家小雞特製雞肉飯 你的特點在哪裡 那隔壁的這家就不用談了 隔壁這家剛好也在缺人 缺人就是說 經營不下去收了 然後正在招租 就像我家隔壁 前一陣子也換店家了招租了 但是我看好 他抓住了一點 下次我再跟朋友分享 他抓住了消費者的一點 因為他的店我去吃過 他只抓住了消費者的一點點 心理需求 所以他店 生意非常好 我五點去裡面已經是人滿滿的 已經沒座位了 我說的是下午五點 他現在在高雄算是做連鎖的店 我不知道他是加碼還是怎麼樣 我只能說他抓住了一點 下次再跟各位朋友分享 那接下來你看到的這張 叫做聖地探考的 我照這張相的時候 他沒有營業 是早上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生意怎麼樣 他哪一個吸引了我 聖地這兩個字 還有 你沒有看到他的店門前 有一次好像是下午準備要擺攤了 我看到他店門前 插了一次那個關刀 這家店 我不知道他生意如何 只不過 他的店名 吸引了我 再來他門口插了那把關刀 吸引了我 我要跟朋友講 開店第一個訣竅 你一定要有一點吸引人 讓人家走進去 假如沒有 你就等著關門倒閉吧 各位朋友 假如你有興趣 就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然後也歡迎你在我的社團來 我們會不斷的 把這些信息跟你分享 謝謝 謝謝